八十年代初起 香港航运业达到巅峰 当时船王包玉刚击败董浩云 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 从此董家生意一落千丈 一度更是负债二百亿 董浩云自己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去世 董浩云去世之后 第一个走入灵堂来祭奠的人 正是包玉刚 十几年之后 董浩云的儿子从商从政 最终击败了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 成为了香港第一届特首 董家跟包家可以说是风水轮流转 董家可以重新崛起 其实背后最大的靠山就是霍英东了 如果不是霍英东的支持 董浩云的儿子无法还清债务 更无法登上这个显赫的位置 许多人说到香港大佬 就会跌倒向华强杨寿成等人 不过这些人在霍英东面前 只能算是一个小弟而已 其实向华强自己并不进入黑道 毕竟他是商人 只是他们家族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社团 新一安 所以向华强肯定无法跟他们断绝关系 向华强在香港确实不简单 不过比起霍英东 那么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霍英东是何许人 一个香港张子强不敢碰 澳门崩牙区都听指挥的人 向华强当年曾经从叶翰手上 购入了东方公主号 开始海上的博彩生意 并且企图进入澳门发展跌码生意 不过向华强到了澳门 却最终输给了崩牙区 向华强连崩牙区都挣不赢 更不用说霍英东了 崩牙区被誉为澳门教父 当年在澳门就是不可一世的人物 崩牙区可以在澳门崛起 得益于两个人的帮助 一个就是何鸿燊 另外一个就是霍英东了 1998年 崩牙区入狱 最后在澳门坐了14年的牢 崩牙区如今出狱 做起了正当生意 日子过得是悠哉悠哉 跟崩牙区同气的那些香港澳门大佬 却几乎都被清理了 崩牙区入狱 却最终躲过了一劫 崩牙区这次入狱 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高人指点 这个人物就是霍英东了 1998年 何鸿燊给崩牙区写了一封绝密信 当时张子强已经被处理了 而粤港澳正在联合大行动 准备清理掉一大批的黑帮 其中不少的黑道人物都纷纷落马 崩牙区一直在澳门负责赌场的叠码 跟放贷的生意 算是何鸿燊的投马人物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何鸿燊把形势看得非常清楚 这次绝对不是开玩笑 于是他就给崩牙区写了绝密信 上面只有六个字 搞点事情进去 当时崩牙区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不过何鸿燊的话 他不得不听 要知道崩牙区的一半 都是何鸿燊给的 当年崩牙区连夜赶到香港 并且会见了霍英东 霍英东表达了 何鸿燊同样的意思 崩牙区随后就搞了一些事情 最终被澳门捉进去 并且判了14年 崩牙区此举真的非常聪明 这也让他成为了港澳少数可以善终的大佬 其实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 霍英东在香港澳门的地位 连崩牙区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 都得听着霍英东指挥 向花强连崩牙区都搞不过 更别说霍英东了 其实不仅仅崩牙区 张子强当年对霍英东也十分敬畏 张子强在香港几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他曾经犯下了不少大案 除了绑架李泽聚跟郭炳香之外 张子强还曾经在启德机场 接走了1.6亿的现金 另外张子强还曾经计划 炸开香港的赤书监狱 然后进去救出自己的兄弟 张子强还曾经把香港警方给告了 最后香港警方赔给了张子强800万 这样一个人物 他在看到霍英东大名的时候 却是心存敬畏 当年张子强买了一份报纸 计划绑架香港的十大富豪 不过他看到霍英东的大名之后 却马上把霍英东的大名化掉 并且跟手下说 霍英东跟他的家人是绝对不能碰的 张子强随后绑架了李嘉诚家族的人 绑架了郭炳香家族的人 却从来不敢动霍英东 甚至连跟霍英东关系非常好的李肇基 也不敢动 后来张子强一动 跟霍英东关系非常好的何鸿燊 最终就出事了 张子强跟崩牙居 对霍英东的态度 其实是最好说明霍英东江湖地位的 在成为超级富豪之前 霍英东在香港跑船 当时他手下有几十条船 还有一大班兄弟 这些人可不简单 证实这个出身 让霍英东在江湖上地位非常高 加上霍英东成为大富豪 更是成为了有权有势的人物 其实霍英东可以有如此高的地位 最重要还是他的做人 霍英东为人从来不计较 霍英东跟何鸿燊在一起 其实常常都是吃亏 何鸿燊私吞赌场分红 霍英东也不计较 最初霍英东跟何鸿燊合作做生意的时候 霍英东负责去东海挖海草 然后运回澳门 到了澳门之后 何鸿燊负责收购并且转卖 不过何鸿燊每次收购霍英东 运来海草的时候 全部都是晒干再来乘重 霍英东这样就吃大亏了 霍英东知道了这个事情 却从来都不说 除了为人上面 霍英东对于国家的贡献 更是让不少道上兄弟佩服 其实很多道上兄弟 也都是中意之人 比如说当年上海的杜月生 这些人虽然在道上混 但是也是心系国家大事 霍英东一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可以说是非常多 关键是霍英东做了很多贡献 自己却一直非常谦卑 曾经有记者问霍英东 知不知道自己一生捐了多少钱 霍英东却说忘记了 记者跟霍英东说 你已经累计捐了一百多亿了 要知道 这可是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一百多亿 霍英东听到之后 却笑笑说 自己做的贡献其实很少的 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晚年霍英东重病 他被专机接到北京来治疗 霍英东当时年事已高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霍英东看到医务人员 为自己忙上忙下 很多专家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全部来为自己会诊 心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霍英东醒来的时候 总是不断跟医务人员说 辛苦了 霍英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这个大佬 不是因为他的权势决定的 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决定的 接下来说 传奇富豪霍英东 霍启刚捧一项 赌王福灵李嘉诚送行 2006年的秋风 将富豪霍英东的传奇人生送至尽头 那一年的10月28日 他离世于北京 人们为这位商业巨博 举行了规模堪比国葬的葬礼 回首往事 霍英东的足迹 犹如一个奋斗的商业奇才 他的生命中 洋溢着坚毅爱国和奉献的精神 生于1923年 霍英东出身贫苦 破山板是他们家全部的家产 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 而是像扶贫一样 在水上生长 努力求生存 年少时 他的生活充满了挣扎 穷困环绕 丧失了父兄的霍英东 差点也离世 然而 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逆境中的他勇往直前 凭着卖物资 经营小杂货铺等方式 赚取积蓄 甚至在困境中 完成了高中学业 自学英文 展现了超越寻常的毅力 爱国之情深刻地激励了霍英东 他心怀赤子之心 不畏强权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立场 他迎难而上 秘密组建船队 押运物资 为中国新政府的发展 尽一份微薄之力 这个举动也引来了香港当局的不满 但他毫不退缩 执着地为国家利益而奋斗 1964年 他更是在香港当局的压力下 前往内地 参与国庆观礼 坚持践行自己的信仰 然而霍英东的心愿未能如愿以偿 尽管身体逐渐不佳 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等待着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他的爱国情怀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篇章中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爱国者 总的来说 霍英东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商业巨子 他不畏艰难 敢于创新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他的生命充满了挑战 奋斗和担当 他的一生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爱国与奉献 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国情怀 什么叫做为国家争光天才 他是商业的传奇 更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中国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